OK OK 我们今天录音 OK 好 我们今天刚刚从这个20 这个Deuteronomy 我们的这个 Deuteronomy 我们的生命纪里面 从第28章26节 从这里开始讲起 Your carcasses 是你的尸首 你的尸体 什么东西死了以后的 就是留下来的尸体 活的东西死了 像比如说人畜生 都可以说是 有的时候你在野外 发现一个东西 不明物体 不知道是啥 但是有可能是 动物的尸首 所以不管人 畜生 动物 都可以用这个字 所以你的尸首会怎么样 will be food for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你死了之后 你的尸体就会变成 所有空中的飞鸟的食物 food 吃的东西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air and the beast beast 注意EA发长音 我们有很多英文字 都是EA发长音的 beast beast of the earth 就是地上的兽 这个beast 就是指那个兽 所以我们有一个 迪士尼有一个电影 这个叫美女与野兽 美女与野兽 这个就是beauty and beast 就是这个字 就是beast 所以beast 就是一个野兽 就是一个没有教化的 跟你养在家里的狗 猫是不一样的东西 b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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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earth and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frighten them away frighten是让他们害怕 把他们惊吓 让他们走 所以你的尸体呢 就会给空中的飞鸟吃 给地上的走兽 这些野兽 你给他们吃 吃的时候 也没有人可怜你 假如说有人可怜你 站在旁边看 哎呀不要咬这个尸体啊 所以就把那些动物 给赶走 对吧 你呢 你不是 你的尸体会在那里 让人让这些东西 啃到光为止 也没有人去可怜你 没有人去把这些 走兽飞鸟给赶走 frighten是让他们害怕 让他们跑掉 所以呢 你的尸体就暴露在野外 就让这些鸟啊 兽啊 咬到 啃到近 啃到光为止 就是 这个下场是非常可怜的 所以他要这样形容 这26节就是形容 如果受到咒误的时候 这个下场是多么可怜 carcases 注意这个尸体这个字 carcases 27节 the lord will afflict you with the boils of egypt ok 所以这个时候 他要afflict you ok 他就会用这些东西 afflict 是让你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没有办法 你要受这种苦 受这种的苦 afflict you with the boils of egypt ok boils of egypt 指的是 这个boil 好像 我们知道那个 好像那个一个窗 一个窗冒出来的 那个叫boils ok 他就会变成 让你变成 就是boils of egypt 埃及的这种 这种窗一样 那个是 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脚上身窗 什么 头上身窗 脚下流浓 这个是 很可怕的事情 ok 好 我们再看下面 ok with end with tumors tumors 是一个一个凸起来的流 叫tumors 我们现在 常常比如说 什么有的人胃里面 长一个流啊 什么这里长一个流 那里长一个流 ok 好 这个就是tumors 这个字 好 所以上帝呢 会怎么样 the lord will afflict 我们前面这个 afflict 会让你受 受到这些 这些可怕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受到 这个afflict 这个字可以讲是 危害了 或者是蹂躏了 比如说我们受到 敌人的蹂躏 就是你会受到 这种的伤害 你会受到这种的危害 ok 好 所以上帝会让你呢 受到这种伤害 受到埃及的这种 这种 疮 有可能当时埃及的疮 是特别毒的 特别厉害的 还有tumors 是那个一个一个 凸起来的流一样 festing sores festing sores 也是那种 长的那些什么 这些疮啊 险啊 皮肤病啊 这类的东西 and the itch ok itch的话呢 是那种很痒的东西 全身长长满了那种 会让你痒的 比如说血啊 戒疮啊 这类的东西 好 很可怕的 好 would you cannot be cured 这些是你没有办法 被治愈的 你没有办法 被治愈的 就是会让你 就是很痛苦 死的时候 死的都非常痛苦的 我们看这个 前面还有一个字 看这个sores sores的话 基本上是指那种 会流浓 会发疮 长疮 会流水 出来的那种东西 我们叫sores ok 好 这个fast ok 还有一个 看这个地方 还有个faster 好 fastering呢 指的是这种 溃烂 所以fastering sores 都是 都是会溃烂的东西 fastering 是会溃烂的 这个sores呢 就是指那种会流浓的疮 ok 所以这个fastering sores肯定就是会流浓的 那种疮 还有the itch itch是那种 会痒的东西 ok 所以这些都是 没办法治的 the lord will afflict you afflict也是一样 就是让你受到这种伤害 会被蹂躏你 神会用这种方法 来伤害你 afflict you with madness 你会癫狂 madness mad是发疯 比如说 are you crazy are you mad are you mad with me 你是生气了吗 你是发疯了吗 你是癫狂了吗 madness ok blindness呢 是瞎子 瞎子 blindness 是指瞎这件事情 confusion of mind confusion of mind confusion是一个人就 迷惑 就是迷惑了 就是迷乱了 根本分不清楚了 of mind 你的心智 整个都迷乱了 ok 所以这些呢 是耶和华会用 很多的方法 这样子来惩治你 会让你受到咒语 admit day admit day mid day呢 是一天的中间 你可以看这个字 就是mid 是中间 day 是一天 对吧 mid day呢 是一天的中间 五天的时候 you will grope around about like a blind man ok 所以 所以在一天的中间的时候 你就像一个 像一个瞎子一样 这个是真的是很可怜的 ok 好 这个地方我们讲 这个grope grope是像瞎子走路的时候 那个样子 摸索着前进 我们叫grope grope about 你会 你会像瞎子一样 ok grope about about 向前摸索着前进 like a blind man in the dark 就像一个瞎子 在黑暗中一样 摸索着前进 you will be unsuccessful in everything 做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成功的 你都会失败 unsuccessful 就是非常失败 绝对都是不亨通 就是到处碰壁 像一个人到处碰壁一样 you will be successful in everything you do 你所有做的事情 你都行不通 都是到处碰壁的 day after day 一天过了一天 you will be oppressed oppressed是欺压 把它压榨 ok and robbed 会被什么 被抢夺 rob 这个rob 如果后面加er 就是抢到robber 去抢人家东西的人 叫做robber 所以这个地方 you will be 这是被动语 be oppressed 被欺压 and be robbed 还有被抢 被抢夺 with no one to rescue you 他会把你放在那种境界里面 你受到各种的迫害 把迫害都列出来 最惨的是 就像刚刚那个尸体被吃 也没有人帮你把野兽赶走一样 你就会被 整个迫害到底 没有人会救你的 no one to rescue you rescue是拯救你 you will be pledged to be married to a woman ok but another will take her and ravish her ok 所以呢 他说你 如果你 你将会怎么样 比如说 娶了一个妻子 这个是订亲 已经讲好了 订婚了 订好亲的 叫 pledge to be married 还没有正式结婚 是讲好了 要结婚的 叫 pledge to be married 比如说你将要 跟一个女人订婚 都讲好了 亲了 ok 但是呢 another 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就会怎么样 把他给带走 把你这个未婚妻给带走了 ok 然后带走了会怎么样呢 ravish her ravish这个字是 rolin 就是rolin 妇女 就是很粗暴啊 怎么样的 就是rolin这个妇女 you will build a house 你会 比如说你会盖一个房子 但是呢 you will not live in it 你盖了房子 你也住不进去 哎呀 再来呢 you will plant a vineyard 你会呢 种植一个葡萄园 plant a vineyard but you will not even begin to enjoy its fruit 但是呢 你有了葡萄园 可是呢 准备种植这些葡萄园 可是你也不能享受 它的果实 就是你做啥啥不行 到处碰壁 你纵然娶了老婆 定了亲 那也会被人家给带走了 被人家去rolin了 你的老婆 你就算是这个有房子啊 准备好要住的 但是你也住不进去 你就算是弄好了一个葡萄园 准备这个葡萄园是要 要准备享受这个果实 但是你就是享受不到 所以反正你想的什么 你计划的什么 你人生你到处碰壁 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好 下面三十一节 Your ox will be slaughtered before your eyes Ox是我们的公牛 你的牛 那牛长得成年的牛了 长得壮壮的 胖胖的牛 会被怎么样 be slaughtered 被宰杀 怎么宰杀呢 就在你的眼前宰杀 before your eyes but you will eat none of it 就在你的眼前被宰杀 可是你居然吃不上一口 一口都吃不上 Your donkey will be forcefully taken away forcefully forcefully 是强夺 用力量 强夺 这个叫forcefully OK 好 所以你的这个驴子 OK 你的驴子呢 也是会被强行的带走 你也是没有办法 强制的带走 forcefully force是力气 forcefully 就是用力气的 把你给强行带走 take from you and will not be returned 那驴子被人家强行带走 也不还给你 Your sheep will be given to your enemies 你的羊呢 要给你的敌人 给敌人拿走了 你也没有办法 and no one will rescue them 这些牲口 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 这个牲畜 就是他们很重要的财产的 所以牛也给人家宰杀了 你都吃不上一口 驴子也是给人家强行带走 也不还给你 你的羊呢 也是被敌人带走 no one will rescue them 没有人会把他们解救回来 哎呀 太惨 太惨了 所以你等于人生 一切的事业都要失去了 OK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will be given to another nation 你的儿子女儿 会给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民族 这个是很惨的 你的子女都不能够 跟你好好享受家庭生活 会被其他的国家给带走 and you will wear out your eyes watching for them 这个这句话是非常形象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叫做什么 望眼欲穿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四个字的成语 叫望眼欲穿 就是 wear out your eyes watching for them 你一直看一直看 渴望那个儿女们能回来 watching for them 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们的方向 但是wear out your eyes 把你的眼睛都给弄弄坏了 你的眼睛看看 看到眼睛都老化了 都没办法再用了 这个叫望眼欲穿 day after day 一天一天的过去 儿女被人家其他的民族给带走了 你一天一天过去 你是望眼欲穿 你的儿女也不会回到你身边 powerless to lift a hand powerless 你是如此的无力 手根本无力 做啥也做不成 to lift a hand 你连把手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powerless 33节 a people that you do not know will eat what your land and labor produce 而且呢 会有一个 人 这个 a people that a people 这个people是指一只民族 会有一些人过来 这些是你不认识的民族 他们会过来 吃 will eat 把你土地上 what your land and labor produce 他们会吃什么 会吃你土地上所生产的 还有你的labor labor是你的劳动力 你的劳动力生产所得 你的土地上长的东西 他们会过来 这些不认识的民族 会过来把你给吃了 把这些东西给吃了 and you won't have nothing but cruel oppression all your days ok 但是你呢 你一无所得 you will have nothing 你什么都得到 只有什么 只剩下后面的东西 就是cruel oppression 你会欺负 cruel是很残暴 很残忍的 这种oppression 是被欺压 ok 这种被很残暴的欺压 你留下的只有 被残暴的欺压 all your days 在你 all your days 就是经常性的 在你所有的 活着的岁月里面 你时常被人家这个样子 被欺负 the size you see size是指一个人的视力 你所能看得见的 will drive me mad 你眼睛所看到的 都是悲惨的 都是悲惨的岁月 都一下这个牛羊也没有了 然后儿女都给人家 别的民族带走了 然后人家不认识的民族来 把你的劳动力生产所得 你的土地上的生产 都给你吃光光了 所以你眼睛所看到的 都是悲惨的岁月 这些都会drive you mad 就会让你发狂 让你疯狂 因为你看到的 都是非常不如意的事情 the Lord will afflict your knees afflict是 他会攻击你 他会攻击你 让你受伤 afflict是让你受伤 攻击你的什么地方 你的膝盖 knees and your legs 你的腿 用什么方法攻击呢 painful boils 这个boils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长的那些窗啊 这些东西叫painful 很痛苦的 长的一个一个这些窗 而且呢 你长的腿上膝盖 都长满了这些窗 ok that cannot be cured 你根本没有办法被治愈 spreading from the soles of your feet ok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从spreading 它会分 蔓延开来 散开来 你这些长的窗 一个一个 我们以前有没有 得过皮肤病 最后会长一大片的 所以spreading 分散开来 from the soles of your feet 从你的脚上面 脚背 脚掌 这个地方 一直到to the top of your head 一直长满了这个窗 长到你的头上为止 哇 都是长这些毒窗啊 太可怕了 好 the lord will drive you and the king you set over you to a nation unknown to you or your fathers ok 然后这个时候 他说 上帝呢 会drive you 就是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drive you and the king you set over 除了把你 以外 还有你们所立的 王 the king you set over you 你这个王 你是设在你的头上 设在你的 在你之上的 这个王 你们这些老百姓 以色列人 设在你们之上的 这位王 that's the king you set over you to a nation 把他drive 后面加一个to drive to 是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把你跟这个国王 你设在你们之上的 这位王 都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带到一个 一个国家去 这个国呢 是unknown to you 对你来讲 你完全不认识的国 比如说今天把我 突然间带到 非洲 乌干达去 我完全不认识 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地方 okay a nation unknown to you or your fathers 这个国家 是你所不认识 而且是你的 祖祖辈辈 从来就不认识的 一点概念也没有的 你把我带到南极州 一个某某什么小国 带到艾斯基摩人那里去 天哪 我马上就昏倒了 因为那里 我是好 没有见识 我完全不了解 there you will worship other gods 当你带到那个 不认识的国家以后呢 你就会怎么样 你会崇拜 你会侍奉那些 其他的 其他的神 other gods 这个gots 小显 你就注意到了 他是其他 不是我们的耶和华神 是其他 完全不认识的神 gots of wood and stone 而且这个神 是让你侍奉 这个神可能是木头神 可能是石头神 拜的是木头 拜的是石头 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是奇奇怪怪的神 根本不是真神 拜木头 拜石头去了 you will become a thing of horror okay think of horror and an object of scorn and radicule 好 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okay a thing 就是说 一个一个东西 像一个东西一样 这个这个thing horror 我们前面讲过 让人非常惊 惊 非常惊 震惊 害怕的这样子 okay 或者是an object of scorn okay 好 所以你会变 这个就是一个预言 讲说你将来会变成什么什么样子 这个 scorn呢 是指被人家看不起的 看人家 所以他这里翻成什么 笑谈 这个就是 scorn就是让人家看不起 很轻视 蔑视的这种 okay 你会变成一个 一个目标 就变成是一个 一个东西 被人 被人所轻视 蔑视的一个东西 and radical radical 这是什么 radical是那种 人家嘲讽的对象 radical to all the nations where the lord will drive you 会变成 所有的民族 各个国家 所有的民族呢 都对你 觉得你是一个 让人讨厌的东西 horror okay 哎呀 这个觉得你 你让人非常 非常 敬畏的一个东西 然后让人觉得你是一个 一个 好 可以嘲笑的 okay 觉得你是在 令人 蔑视 令人看不起的 同时嘲笑你的 where the lord will drive you 这个就是 这些国家 你去的地方 就是神会带你去的地方 去那些地方 你可以受尽了 这些嘲讽 okay 让人家觉得 令人觉得惊骇 人家觉得 哇 你这个太吓人了 然后觉得你这是 可以嘲讽的 you will saw much see 这个 so 是过 you will saw so so 这个发音叫 so so就是说 把那个种子 拨出去 okay much see much 是很多的意思 你会拨出去 很多的种子 很多很多种子 不是不拨种啊 是拨很多种啊 in the field 在田里面拨很多的种 但是呢 you will harvest little 但是你收的 非常少 极其少 叫做little little 一点点 because locust will devour it 因为locust locust是那个 蝗虫 okay 蝗虫会把它 都给吃掉了 devour 是大口大口的吞 这种叫做 狼吞虎叶 叫devour 所以这个 你虽然种了一些种子 right 你种了很多很多的种子 拨了很多的种子 出去 但是啊 我告诉你 你收成是很少的 没用的 因为呢 那些蝗虫 都会把这些 所以蝗灾 你不但的有灾害在 蝗灾会把你 这些都给吃掉了 well devour it 会把这些都吃掉了 you will plant vineyard 你会种这个 葡萄园的 Vineyard and cultivate cultivate 你要培养它 养这个植物 培养这个植物 but you will not drink the wine or gather the grapes 但是呢 你没办法喝上葡萄酒 drink you will not drink the wine 喝不上葡萄酒 然后呢 也收集不到葡萄 gather the grapes 这个都做不到 那你不是傻了吗 你在那里种葡萄园 然后你在那里培养它们 这些葡萄 可是你却一口喝不上酒 而且你也拿不到这些葡萄 becauseworms worms worms是那些虫子 worms是虫子 注意这个m结尾 mworms 所以b唇的 我这个虫子呢 会把它们都吃掉 所以你再努力 你剥了很多种 你种这个葡萄园 你想办法培养 亲情的浇水 灌溉施肥 没用的 到时候你葡萄也吃不到 酒也吃不到 因为虫子都给你吃掉了 所以各种的灾难 你都会承受 you will have olive trees 你会有这个橄榄树 olive trees 是橄榄树 throughout your country 在你的各个地方 你整个的地上面 有到处都有这些 throughout your country 在你整个全地上面 都会有这些橄榄树的 橄榄树很棒 but you will not use the oil 但是你却用不上橄榄油 这不是奇怪了 我花那么多时间 满地都是橄榄树 种了花了时间种 但是呢 用不上橄榄油 because the olives will drop off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橄榄 还没等到成熟 自己不熟就落下来 drop off drop off就是掉下来 掉得满地都是 还没等到你收上 它就满地都是了 太可怜了 you will have sons and daughters but you will not keep them 你会生儿育女 你会有儿子有女儿 可是呢 you will not keep them 你没有办法 保持住你的儿女 你没有办法养他们 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的 没办法保持他们在你身边 because they will go into captivity captivity呢 是变成什么 被掳掠去 被你的孩子 儿子女儿都被人家抢去 掠夺去了 敌人会来攻打你 打你的时候 就把你的孩子都给抢走了 because they will go into captivity captivity就是被掠夺 swarms of locusts swarms ok 好 这些swarms被吃掉 被吞掉 swarms ok swarms ok 所有的这些locusts locusts我们前面学过是 蝗虫对吧 这个swarms呢 指的是一群一群的 凡是这个东西是很多 像蚂蚁了 蜜蜂了 这种一群一群的 这种虫子 都可以叫swarms 就是它的一群一群 所以蝗虫群 swarms of locusts will take over all your trees 他们会占据了你所有 把你所有的树 都给拿走了 and the crops of your land 也会把你所有 土地里的农作物 crops 也都拿走了 所以你想 想都别想 你都没有收成的 the alien who lives among you 在你们中间 所一起居住的 这些外邦人呢 会怎么样 will rise above you 他们会 rise above you higher and higher 这些住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 他们会 一步一步 比你们地位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他们会上升的 higher and higher 越来越高 在你们之上 but you will sink lower and lower 但是你们反而会 低沉 沉下去 沉得 lower and lower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哎呀 太可怜了 所以反而倒在你们 犹太人中间的外邦人 都会崛起 都会崛起 那犹太人自己本身就完蛋了 44节 he will lend to you 他们会怎么样 借钱给你们 but you will not lend to him 所以你呢 钱是借不出去的 你不能借钱给他 但是人家那些外邦人 反而倒能够借钱给你 这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 你的生活过得非常不好 外邦人反而倒过得 就比你更好 对吧 外邦人过得比你更好 所以这个lend这个字很关键 lend这个字就是 借出去 往外借的意思 你借给别人叫lend ok 但是你借不出去 你的钱是借不出去 因为你根本连钱也没有 你又不能收成 牛羊给人家都带跑了 你的老婆也给人家 什么什么 都被欺负了 都被蹂躏了 所以你的日子是过得 非常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 好 下面 he will be the hair 这些外邦人会做什么 做头 but you will be the tail 你反而倒做尾了 我们讲什么 你为鸡手 不为牛后 这个的话 你是做不了 你没办法 你就是做人家的尾巴 人家做头 这些外邦人 反而起来做头了 he will be the head but you will be the tail head and tail 是两个 是两个 是相反的东西 好了 all these curses 这些所有的咒诅 will come upon you come upon 就是临到你身上 这些所有的咒诅 都会临到你身上的 they will pursue you pursue 是一直往前追赶你 叫做 pursue you and overtake you overtake you 还要赶上你 ok overtake就是赶过你 比你跑得更快 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 until you are destroyed 一直到你被销毁的那一天 你被灭亡了 被灭的那一天 because you did not obey the law or your God 这一切都是因为 你不遵守 ok 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and observe the commands 你也不遵从他的吩咐 and decrease他的这个律法 他的法律 he gave you 他所有他给你的这些律令 叫你要 他的吩咐 叫你要听话的 你什么都不听 所以才会落到 今天这样的下场 ok 好 46节 they will be a sign 这个咒诅就成为一个 sign 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讲的 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一个记号一样 这个一个事迹 不能讲奇迹 奇迹我们通常都讲比较美好 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件 非常奇特的事迹 and wonder to you 也是一件奇事 ok and your descendants forever 所以这些将会 因为你 你不听话 因为你不遵从耶和华的这个主 所以这件事情不仅临到你 而且临到你的后代子孙 your descendants forever 永永远远的下去 ok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sign 一个wonder 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是一件奇事 ok 一件特殊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会不止在你身上 还会流传到你的后代子孙 永永远远下去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26节 我们停在这里 然后把屏幕交给我们的同工 我们请主持人准备 好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好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今天啊 很顺利的我们把我们的ESO上完了 下面呢 我们要开始要准备领读跟跟读的时间 感谢神 让我们在清晨美好的时光的时候 我们可以 用我们清醒的头脑 在这里啊 在圣灵里面与你交流 让我们在这里有美好的享受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渴望接下来的网路非常畅通 我们渴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眼目被开启 我们的脑筋清清楚楚的 看明白我们圣经的经文 同时我们也渴望我们今天的老师 来为我们服事的老师呢 他能够更有爱心和耐心的来帮助我们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感谢神 我们交给主持人